東京奧運期間,中國網民頻頻出征 民族大義四處招搖 奧運過後,近年主要在大陸發展的香港藝人胡幸儀 就被人夾住了一句 I have been working in China 這個IG 發文 竟然被理解為港獨而遭到痛斥 胡幸儀只不過是說事實,這樣也犯金? 難道明明在中國工作也要避而不談嗎? 難道中國人說自己的國家就只有祖國這個字嗎? 這也未免太貧乏了吧? 當然,網民出征本質就是霸凌,不用說道理 路透社發出一張舉重選手侯志偉比賽時 正是法力的照片 都可以被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只是無恥 那麼台灣藝人小S因為支持台灣選手做國手而被指為台盜 以中國網民的思考水平來說,的確並不稀奇 與其說過於敏感或玻璃心作衰,倒不如說霸凌成癮吧 在普及應用社交媒體的世代,上線留言成本極低,鐵紋可以經轉發佩戴 一犬肺形,百犬肺聲,回音效應就尤其響亮 網紅KOL那些當然是為了求財 小粉紅們能夠駁回響,哪怕只是一陣間也會其樂無窮 只要披著一件民族主義的外衣,發現是怎樣無的放置也好 怎樣誇眾取寵也好 即使是在實名制之下,都不用負任何責任 一般人只需要稍具理性,都會看得出那些留言動些就說人家是欲華 其實只是自取其欲 問題是,這種矛頭向外挑動仇恨的亢奮情緒 正正就是極權統治者最需要,最想人民養成的儀式形態 政治哲學家岳蘭當然不會預見到互聯網的使用生態 但他關於極權社會下的人民和極權統治者的關係 就能夠講中了21世紀網民出征的心理 在極權主義起源之中,岳蘭是這樣分析的 完全的忠誠,這是極權統治的心理基礎 這類忠誠只能夠產生自完全孤立 他們沒有其他社會聯繫 例如是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屬人 忠誠令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 他在政黨之中是一個成員 他在世界上才能夠有一個位置 向政權完全忠誠,不容許其他效忠對象 可謂是極權管治的理想社會關係 即使是一時做不到 其他的家庭、朋友之間的聯繫 都要壓縮到最少 文化大革命期間 海洋聽聞的對親人的政治批鬥 固然有被迫的 但恐怕不少都是出於面向中共的忠誠 要通過批鬥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 最近中共公佈雙減政策打擊私人補習 就有驗讀大學生舉報以前幫自己補習的老師 既然連私生情義都不顧了 一賣一賣只屬於你情我願 就更加不必多題 親人、老師都可以批鬥、舉報 打下嘴炮、欺凌藝人、甚至運動選手 都只不過是小兒科 這種國民身份認同 正正就是愛國主義教育的成果 什麼沒有國哪有家、以孝而終等等 不是正正就是壓一家庭鞏固極權嗎? 可悲的是受到打壓的 當然不只是家庭、朋友、教會等等的社會聯繫 不要說是獨立批判的想法 即使是基本的說理思維 都要讓路給完全忠誠 否則好像網民出征那樣 不堪一提的可笑又可恥的言論 又怎會一夫百認呢? 岳蘭在《平凡的邪惡》中說到的沒有思想 正好就說明了中國出征網民的心智